带您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为在台湾东南方一千多公里海面上的梅花台风 马上就要到达这个强烈台风的边缘了 星期三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就会决定梅花会不会扑向台湾而来 但是因为这个梅花台风它的半径很大 北部跟东北部周四之后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恐怕都会下雨了 今年第九号梅花台风目前是中度台风的最上限 随时可以发展成为强烈台风 目前距离俄伦比东南方大约一千多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两天以偏北移动为主 周三之前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 但星期四是关键时刻 太平洋高压的强度部分 它在星期二星期三之后开始会逐渐增强的 这就是为什么台风在未来其实会往西北方向移动的因素 那至于它是往西北还是直接朝西 靠近台湾那边附近过来 那就是真的要看它星期四之后 它的强度如何的变化 不管它会不会靠近台湾那边附近过来 那其他的外温环流都会影响到台湾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 而梅花是不是会铺台 太平洋高压决定了它的方向 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强的话 那它就是靠近台湾那边附近过来一点 太平洋高如果比较弱一点的话 它就会敲着跟上去往寒风的地方过去 由于梅花台风增强的速度相当快 精确的路径预测比较困难 民间部落客甚至有人预测 梅花具有发展成为超级台风的实力 气象局说梅花即使不来台湾 也会为全台带来雨势 民众要提高警觉